作中杯八強賽事 在旺角大球場有東方對陣進鋒 這場球進鋒有海姬的告別戰 所以這場球取代了 陣景浩成為這場的一場限定隊長 東方方面新穿藍色球身白色褲 而進鋒上一圈在竹中杯的首圈賽事 1比0擊敗大步 海報第一個攻勢來自東方 在左路的位置見到吳宇熙 進入禁區的邊緣 見到後面插上來就是梁冠聰 傳來中間的位置有馬熙衛的入球 這球球也是他今季的國王賽事 計第五個入球 看看吳宇熙後眼就看到梁冠聰蓋上來 這個傳中相當流暢 中間馬熙衛tick in 搞定 這球球球沒辦法可以做到任何的防守 接下來就是進鋒的進攻 顧布進入禁區裡面 何思哲胸口一照 過來左腳起腳 不過可惜這個球的力量很一般 也難不到今場正選上陣的葉鴻輝 今天受到的考驗不算太多 夏Sir在這裡 好,接下來繼續是東方的攻勢 在他們的進攻線上右腦的角球 梁冠聰開出來 遠處位置看到馬高斯的頭鎚 這個球其實都算是比較輕鬆的 頂得但可惜是不中目標 完全威脅不了對方的門章 半場完成之後 東方是1-0暫時領先進鋒 去到下半場的階段 都要用多少高球去到前場 這邊看到巴科爾和門匠的碰撞 龐卓希出來,他外面撞掉了巴科爾 當時球成初判是比王牌 但是VR覆核之後再看也是維持完判 接下來的罰球 到馬高斯 這一下就相當漂亮 龐卓希 叫做飛身副島,撞出底線 東方去到下半場 其實也有很多高球的機會 接著去到下半場的尾段位置 孫敏謙後面上陣 入到禁區裡面 鄭景浩從後而來的犯規 令東方博到12碼 孫敏謙去處理 也過不了這場相當神勇的龐卓希 這個球捉到路 力水方便一般 東方雖然在最後一階段射出了12碼 但比數方面仍然維持1比0 在這裡擊敗進鋒 進入足中盃的四強